今天我们确定 新增城镇就业的目标 是1100万人以上 希望在实际执行当中 还可以能更高一点 但是我们也很明确 就业还是要让市场来唱主角 也就是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 来保就业 一方面推动文港 新增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拓展就业的渠道 去年疫情当中也有新变化 像我们这几年来发展的新动能 包括网购快递等 力士快速增长 也带动了传统产业的一些发展 我们要一方面继续鼓励 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 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 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了 当然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 很辛苦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 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 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 伤害问题 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力保障 实际上也有利于 灵活就业的市场 更加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